全员核酸都取消了 你们有没有发现 马总不发言了 但他回国了 刘强东呢也告别了京东 富二代聪哥呢 没有以前那么高调 他们是收到什么信号了 其实就四个字 仁正非说了 这一年将会是未来十年 最好的一年 2023年99%的人都不知道 稍微用一点心 做好以下三个行业 我不管你现在挣了多少钱 你听完我这段话之后 你很有可能在半年之内 还清你所有的债务并且翻身 哪怕你有一点觉得你有用 这条视频绝对价值一套 未来几年 普通人都能干好的行业 最多投资一个W 最少的投资几百块钱 第三个项目我正在做的 而且是我2023 全力以分析做项目 如果你想听明白 一个月回本属于菜鸟水平 先不要着急跟我抬杠 你看完我的视频 你再不服跟我来说 一个短视频操盘手 不看学历 普通人又能做好短视频的所有的技能 男女不限 拍摄文案剪辑学习一条路 还整天跟着大佬出去吃香的喝辣的见世面 第二个老年人见胖 你知道核酸结束之后 有多少子女开始关注他们父母亲的身体了吗 如果这个时候你要是能做一些老年周边产品 普通的消发品 老年人的专用品 直接价格翻三倍以上 未来这个市场绝对一片南海 第三个就是杀截我今年全力以赴 正在做的王炸项目 本地生活 2023年闭火的风口赛道 官方600亿的流量扶持 普通人做 我跟你们讲 零粉丝就能开通了 你想想官方扶持的力度就多大 全网你现在发现有哪个项目是零粉丝了 没有吧 他只需要你普通人优费的账号 发出一条团购视频 有人投稳的视频下单 他后台就拥银到账 而且马上就外卖员亲自上门送餐了 不用你拍视频 不用你直播 更不需要你露脸 还不需要你有粉丝 商家只要那边收到你这边的单 他那边后台给你直接返现佣金 只要你每天利用你上厕所的 这么一个时间去做的一个副业 多香啊 普通人真能干 上次就有一个男生在工厂大博士 每天晚上九点下班 进了我粉丝群 拿了团购的方法 结果现在每个月在工厂搞副业 一个月都能搞三千万块钱 不是因为他们有多牛逼 而是因为他们知道了这个信息差之后 他就会去做 而且投入时间成本极低 你不要等 你要先去尝试 等到别人团购达拿到结果之后 你腿都拍走了